记者黄明堂台东报道 由台东县政府办理的台东设计展 将于8月10日开幕 在三大场馆共有5个主题展 另有5个卫星展 还有系列讲座 跨领域主题论坛 设计食堂 主题市集 展西到9月16日 台东县府文化处表示 10日傍晚5点在美术馆户外广场举行设计之夜 邀请夏威夷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与兜莉部落演出 同样的南岛语族 不同的歌舞 一起为台东设计展揭开序幕 不过 11日起才开放民众进展场 在台东美术馆共有三大主题展 包括台舞厅自然 而染国际公益展 汇集世界创作者的作品 呈现多元的文化轮廓 才致应用于手艺功法 山歌厅是前涛 后浪南岛国际美术将回顾展 大文创教室是台东新变当计划 邀请五位生活在不同城市 专注于不同料理领域的食人参与 在小小的空间里 以台东浓郁食材进行变当的料理创作 第二展馆是在援助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聚落进行潮 留原创新创展 展出充满活力的原民青年设计出多元丰富的样貌 第三场馆在铁花新聚落275仓库 进行有一种浪潮 叫台东国际幸福城市展 以亏台东在各种面向上 生活样貌的蜕变